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相信大家对密码这件事不会感觉到陌生 然而最近包括苹果 谷歌和微软在内的三大巨头 同时宣布要支持FIDO标准 竟要使用人脸 指纹等生物学特征和密码学硬件取代传统密码 很多媒体直接把这件事看作科技巨头干掉密码 那么也许你会好奇 FIDO到底是什么 干掉密码后 我们要怎么上B站看视频 那么这期视频希望能够告诉你答案 不知道大家第一次上网时 是不是有一个人告诉你一定要牢记密码 这可以说阐述了密码的本质 用安全专业的术语来说 密码是一种知识 因此密码越长越冷屁就越难被攻破 但这样也增加了记忆的难度和忘记的风险 因此增加了辅助验证的手段 也就是安全提示问题 安全提示问题通常基于用户身份背景设计 就比如初恋的名字 父母相遇的城市之类偏个人的问题 因此也就具有知识的缺点 比如存在忘记的可能 也有身份带来的问题 比如有些答案你身边的人知道 或者可以通过社工方案获取到答案 换言之 安全提示问题要么会想不起来 要么容易被猜到 因此如今很多的平台都开始使用手机 或者邮箱登录和找回密码 然而这样的方式也有很大的缺点 手机号作为一项身份 与SIM卡进行绑定 当你丢手机又没有给SIM卡上拼码锁 就会让攻击者能访问到一大片服务 同理你的邮箱也会成为一个大的单点 在单点故障和单因素验证共同作用下 就会产生灾难结果 比如花卫被人盗刷 最近这些年很多服务被脱库的情况也屡线不鲜 因而传统的单一密码泄露往往会殃及一大片 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密码管理器 从而避免不同服务使用同一密码 与此同时一次性密码开始出现 这种一次性密码通常基于时间 就比如在手机的Google Authenticator扫描加入一个蜜月 在特定时间下就会生成一个密码 还有一种是基于硬件的一次性密码 就比如UbKey新出上面的电容按钮 就会模拟键盘向电脑输入一串一次性密码用于验证 每次生成新的密码 技术器就会增加 下一次就会生成不同的密码 但是一次性密码仅仅是用到了对称加密 早纽约浏览器TOS还不普及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选择软件的证书空间 提高登录操作的安全性 但是本地的证书仍然存在丢失甚至是被盗的风险 安全的保管仍然是一大难题 因此很多朋友注意到 最近Windows 11的升级就要求电脑支持TPM 关于TPM的功能和作用 可以看我以前的视频 简单来说就是TPM有加解密 签名验签和存储证书之类的功能 当然大家也发现 其实没必要购买TPM的硬件 在主板设置里面就可以开启固件TPM 这种TPM由SOC里面的安全单元实现 但是这种方式也存在一个问题 也就是固件可能存在漏洞 可一旦出厂再打补丁就很麻烦 因此微软定制了一个叫做Pluton的安全加密芯片模块 集成在SOC里面 等于是让这些芯片的安全处理器运行同一个系统 因此不同厂家芯片上的安全单元 也能同时从云端获取更新 这项技术最早在Xbox Series系列的芯片上试装 如今也推广到了最新的AMD SOC上 然而苹果就不屑使用Intel的TPM方案 为此采取了独立的T2芯片用来增强安全性 到了Apple Second时代 T2的Secure Enclave就被集成到了M1中 自此安全启动成了默认选项 并且禁止不受信任的软件运行 这一切都是为了FIDO的UF架构中一块重要的版图 也就是在用户侧安全的存储蜜月 而这一系列蜜月来自最初的注册过程 这个注册不同于一般所说的注册账号 而是一次特殊的跟录过程 以后用户要登录的时候就不再需要输入密码 服务器会发起一个验证挑战 也就是发给用户一个随机数 用户把这个随机数带上自己设备和绘画的标识 用注册时候得到的私钥再加上一个随机数进行签名 服务器利用公钥验证签名 从而判断这次登录是否成功 然而有意思的地方在于 这把私钥还需要被用户解开 通常是通过指纹 人脸识别 声纹或者芯片等方式 这样一定程度上就代替了密码 而且这套机制仍然能与OpenID OOS SSO等单点登录方式配合 换句话说 以后你除了在Mac通过TouchID 以AppleID登录苹果的网站 到时候也能借助TouchID 利用微软账号登录Minecraft 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跳转到微软登录 最多用一下原来的登录绘画 或者浏览器的机组密码 而且因为不需要输入密码 钓鱼网站也就无语可钓 UAF这套协议的本质 就是提供一个更安全更好用的证书管理机制 让用户能更轻松地通过非密码手段 解锁这些蜜月 当然在UAF全面推动前 U2F已经成了很多服务支持的一种双因素登录方案 也就是用户输入密码后 通过外部硬件上的蜜月 实现Challenge Response验证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硬件产品就是UbKey 相比短信邮箱的双因素认证更安全 UbKey类的产品已经成了湾区科技公司标配 除此之外还支持传统的智能卡和OpenPGP身份卡模式 刚才提到的HOTP也常用于加密货币交易所的双因素认证 如今UbKey有了各种形态的变种 提供注入NFC或者是iPhone Lightning口的支持 最新的Bio信号支持了指纹识别 避免丢失后产生的风险 如今最早推广U2F的Google也推出了自己的Titan芯片 安装到自家的智能卡和服务器上 最新的Pixel手机除了搭载Tencil SoC芯片外 也集成了Titan M2芯片 这类安全芯片也有大量经验证的抗测行道攻击能力 这就是为什么Google选择独立这颗芯片 而不是集成到SoC中 因此Pixel也能作为U2F的登录智能卡使用 不知道你对FIDO下的UF取代密码怎么看 以及你会考虑用U2F取代短信邮箱认证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